深夜,一对小情侣在足球场上嬉闹 一路你追我赶来到一间小仓库 可就在两人打开门的瞬间 赫然发现地上躺着一具尸体 死者名叫小爱,28岁 法医检测了死者的眼睛 里面出现小于点性出血 显然是被人勒死的 手腕还有挣扎的痕迹 大腿上也有伤痕 吉尔瞬间意识到 这应该是凶手逃走时 死者挡住了大门造成的 肝温显示 死者刚断气不到一个小时 也就是说,尸体上还残留了凶手的痕迹 由于凶手留下的油脂 很快会与死者身上的油脂融合 所以得尽快提取指纹 尼克当即搭鹏启动设备 给死者来了一个汗针 果然在脚裸处 提取到一枚不完整的指纹 同一时间 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一辆租来的车 尼克在车内找到了一条内裤 后座上有不少男性店内 沙拉在驾驶座上找到药品的包装 还有一小块类似陶瓷的碎片 结合目前的线索 推测凶手挟持了死者 在车上运动过后 将其拖到仓库后杀人弃尸 此时老法医也完成了初步尸检 确认死者是被人掐死的 脖子上还留有凶手指甲造成的擦伤 可以看得出来 凶手非常强悍 一只手就把人给掐死了 尸体身上还有多处擦伤 非常符合侵犯的特征 然而老法医却表示 死者是自愿的 据警方调查 死者是一家咖啡店的服务员 一个月前他请了长假来到这里 尼克还在死者的行李中发现了录音机 这就奇怪了 谁会带着录音机度假呢 与此同时 车内物品的检测结果出来了 报告显示 车内药品包装里是美砂酮 专门给瘾君子戒毒用的药物 而驾驶座的碎片并不是陶瓷 是象牙用的树枝混合物 主要用来象牙 此时死者体内的DNA鉴定结果也出来了 嫌犯叫阿杰 有过杀人前科 前不久刚醒满释放 吉尔注意到阿杰修剪过指甲 于是来到卫生间 在指甲上找到了阿杰的皮屑 并把指甲钱交给鉴定小哥 只要与死者体内的DNA匹配 就能证明阿杰去过案发现场 谁知吉尔刚离开实验室 就发生了一场大爆炸 很快鉴定小哥被送上了救护车 沙拉也因受惊过度 呆呆地坐在路边 整个实验室一片狼藉 很多重要证据被毁 对此上司非常烦躁 可究竟是谁这么大的胆量 公然炸毁警方的实验室呢 与此同时 嫌犯阿杰得知实验室被炸后 立马带着律师赶往警局 现在指甲钱被销毁 就算车里发现的美沙童 以及象牙树枝检测出都属于阿杰 也并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 毕竟在美国 服用美沙童的人成千上万 没有了后顾之忧 阿杰甚至嚣张地取下假牙 给警方鉴定 他表示自己刚进监狱时 牙齿就被打掉了 这边 技术小哥分析了 在死者行李中发现的录音机 根据录音内容来看 死者和阿杰认识 并且似乎还爱上了阿杰 为此特意来堵成见对方 最后一段录音 是案发前一天录的 当时阿杰刚回到车上 似乎被人打了 语言中提到了另一位 叫阿伟的重刑犯 警方当即调查了阿伟的资料 此时他正因杀人以及贩毒 在监狱中服刑 根据探视表显示 死者一年中曾探视阿杰13次 其中还看了阿伟两次 接着警方调查了一年前的监控 当时阿杰并没有出狱 死者先是跟阿杰聊了天 等阿杰回到牢房后 又找到阿伟 随即两人一前一后跑进了厕所 可以看出来 死者竟疯狂吃恋两个罪犯 也就是说 阿杰和阿伟是仇人 令人奇怪的是 死者的录音表明他喜欢的是阿杰 为何会与阿伟有关系呢 对此阿伟表示 因为阿杰就住在他的隔壁 而自己熟悉监狱的运作 能够通过关系在外面搞到毒品 为此给阿杰提供毒品 作为交换 阿杰则让死者抵债 关键是他还心甘情愿 实验室这边 技术人员终于修复了 死者尸体上的半枚指纹 奇怪的是 这枚指纹并不属于阿杰 而是属于一位叫小米的黑帮分子 小米与监狱中的阿伟属于同一个帮派 詹姆斯当即带人冲进了小米的公寓 将其逮捕 而且警方还在小米家 找到了很多被破坏的美金 看来是将毒品 夹杂在美金中送进监狱 面对警方的质疑 小米却解释自己没有杀人 他是受到阿伟的委托帮忙讨债 然而阿杰又如法炮制 将死者带去高校的仓库送给小米 为此阿杰还先安抚了死者 可即便如此 死者还是不愿意 于是阿杰一气之下 活活掐死死者 整个过程中 还有第三者冷漠地当个旁观者 临走时 还给恶魔扫尾 将死者的尸体移动进小仓库 然而即便如此 律师还在为恶魔阿杰狡辩 这时警方也调查到 律师为阿杰支付了生活费和房租 可见律师也爱上了阿杰 为了找到更直接的证据 吉尔为小米和阿杰做了手摸 小米的手掌宽为19公分 而掐死死者的手掌宽为22公分 与阿杰的手掌完全相符 可由于很多证据在爆炸中被销毁 只能将阿杰暂时收押 如果没有找到更多证据 仅凭手掌并不能将其定罪 最终他还是会被无罪释放 现实就是这样 总会有一些漏网之鱼 至于实验室的爆炸案还在调查中 好在鉴定小哥没受重伤 对于爆炸的细节 他只记得当时闻到了塑料被烧焦的味道 就在他回头找寻使 瞬间发生了爆炸 沙拉也因爆炸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现在都没能走出来 据现场情况来看 爆炸中心就在鉴定小哥所使用的实验桌 热源便是桌上的电烤盘 那么是什么靠近了热源 才引发了爆炸吗 凯瑟琳重新整理了爆炸案的证据 根据爆炸中心喷溅的碎片可以看出 是一个绿色瓶子引发的爆炸 凯瑟琳瞬间想起来 这个瓶子是他放在实验室的 也就是说 自己才是制造爆炸的罪魁祸首 而那瓶可疑液体 是他在案发现场带回来的 他根本没检测那液体是否一人一爆 就顺手将液体放在了电烤盘周围 对此 上次决定给予凯瑟琳停止处分 而吉尔作为领导也难辞其咎 鉴定员也是人 当然也会犯错 只是可惜因为这个错误导致证物被毁 没能将阿杰绳之以法 他出来后肯定又是个危害社会的分子 至于那个爱上恶魔的女律师 或许不久后 就会成为下一个死者